我们的三位政策老师已经写好了 他们希望豁免的那一位选手的名字会是谁呢 待会再给大家揭晓 好 再次跟所有的朋友们强调 包括也是场上这七位 这一次如果你可以进入选手系就代表了 今天这一集您都是安全的 下一周直播我们才会看到你精彩的表现 你离梦想的领唱位置更近一步了 现在我们一味一味的来看 刚刚的三位天悦 唐宁 郑云 我们已经分享过也看到了他们的支持率了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海风 海风在180秒的时间当中 到底得到了多少的支持率呢 我们来看一下海风 海风只要超过唐宁就是安全的 的支持率请看 34436 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谢谢各位跟海风一起做出的爱心事业的贡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场上的四位 也就是天悦 唐宁 郑云 海风的对比状况 这四位当中 支持最高的那一位无疑将会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位的短信支持对比来请看一下 刚才应该天悦是最高 天悦最高 所以天悦现在是安全的 同时天悦 今天晚上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天悦同伴们加油 来请上选手席 好 这代表着这一集天悦都是安全的 下一周直播当中我们才会看到她的表现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看到的是杨培安的短信支持了 培安在上一轮的成绩还算是不错 这一次会怎样的 来我们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培安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有多少人在培安演唱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 跟她一起来做出了爱心的贡献 将一笔善款捐赠到中国蓝慈善公益金当中 现在培安的支持率 各位请看 10138票 突破了1万元的大关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的这一组当中的短信支持对比状况 又有谁会是安全的呢 请看对比状况 海峰安全 恭喜海峰可以上到选首席 不错 现在暂时落后的是唐宁 依然在我身边的唐宁 杨培安 我们要说接下来到林涵了 如果能够超过唐宁 那么林涵也未必要超过最高的 最高的那一个才是安全的 到目前为止最高的应该是培安的一万多票 要记得 林涵有没有可能超越过呢 进入待定就有可能被淘汰 这是规则 请要再回到选手期 今天晚上就可以安全了 林涵的短信支持 请看 21127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线上也响起了很热烈的响声 林涵的粉丝在线上替他欢呼雀鱼 我们来看一看短信支持对比状况来请看 到目前为止最高的是林涵 21127 所以恭喜林涵 林涵进入选手期 也安全了今天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